想要翻转小镇不只需要亲血加入 更得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这里是苗栗卢竹南社区 从空拍镜头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由工业区包围的小镇 因为现件的关系 居民大幅外移 现在只剩下1400多人 三合院一间间倾倒 而这几年在社区协会努力之下 俊洛又活了过来 陈霸早在民国97年 就开始协助修建卢竹南的三合院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法叫做 要到田里面去挖这个田土 加上稻杆 那就把这个泥土的话 压死在这个我们所编的竹子里面 不要有空隙就对了 对 那城邦你大概协助修复过几间 已经有差不多五六间了 古厕保留下来之后 三年前开始有年轻人进驻 办导览活动 而且把社区妈妈通通拉进来 接下来要拜访这一位 阿晴阿嬷就是专门做金纸代工的 阿嬷 你好 阿嬷 你好 阿嬷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金箔 黏在金纸上面 阿嬷 这是什么 这是酱糊吗 不是 太白粉 太白粉 为什么要用太白粉 太白粉才会黏啊 好 我要去看看 好 你看 来 先沾这个太白粉 然后弄掉一点之后 我来把这边抹过来 怎么会这样子 天啊 再抹 再抹 还是失败了 阿嬷 不好意思啦 我们还给专业的 代工这两个家 大概只是300块 我们如果要做 大概做四五个小时 都赚不到300块 挑战做金纸失败之后 接下来我想试试看 腌酱菜 阿嬷 我们今天要腌什么 大头菜 大头菜喔 调味料 赶快说一下有什么 来 那个蒜头 辣椒 香油 其实阿嬷在这个村子里 是腌酱菜出名的 小黄瓜 这看起来好厉害喔 这个要腌鱼 沾添添 小黄瓜味道怎么样 有没有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好脆喔 阿嬷的味道 这个是阿嬷送我的礼物 我可以带回家 我觉得这种体验很好耶 因为你可以同时保存 你们传统记忆 但是你们经营得很辛苦 因为这边它是工业区 那你工业区的话 它没有办法申请一些 比较基本的案子 像是农村载照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些 中央的单位 而且你很辛苦啊 因为经过家庭革命 才来到这里 薪水是过去的一半 好 同样是年轻人 我们来看竹山的例子 一两个小时才来一班车 这个有六十年历史的客运站 曾经是竹山的交通枢纽 现在里头只剩下一间小杂货店 少了人身顶费 留下的近世岁月的沧桑 建造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客运站 可以看到之前有停靠这里的客运路线 相当的多 但随着人口渐渐外移 客运站没落了 搭车的人少了 现在也只剩下开往抖六的一班客运 有停靠这里 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了 墙上还能看见一张张的黑白照片 不过这些都是外地来的青年 为竹山留下的纪念 这边的人情味 然后就是这边给我的礼物 让我非常喜欢这里 然后所以会常来 以专长交换住宿 这几年不少青年来到竹山 从前人遗留的老旧事物中 发掘这里的美 从天花板到柱子 都是利用竹编设计的这个空间 很难想象它就是在客运站的二楼 而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来自于一群年轻人的创意 一个有生命感 有建筑感的线条的空间 那我们后来是觉得 好像用竹编的方式 是能够最表现出来的 利用竹编设计 把原本客运司机的宿舍 改造成餐厅 他们做的料理 更结合了竹山当地的特有食材 我们今天是要小材地瓜 都是来自我们竹山镇夏评宇的地瓜 除了地瓜 笋子更是主角 像是走养生路线的青笋炖嫩菇 加入苟且口味清爽甘甜 另外还有笋丁狮子头 和酱笋鲜土鸡 都成了外来游客的最爱 它的那个竹笋脆笋的风味很好 然后它带点酸气 可是又有竹籽的香甜 不愿竹山脱离社会变迁的步伐 这群年轻人拿出创意 为这个小镇注入活水 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不断慢慢的消失 它需要被人们关怀甚至被重视 它需要也跟上我们的另外一种 转型的步伐 我们这栋民宿当初是清朝的时候建筑 而是一户伤性人家住在这边 往竹山海拔高度800公尺的山里走 这间古色古香的民宿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 本来几乎成了废墟 2005年同样扣着外地青年 以一年时间花费1500万将它整建成民宿 像这种台湾的传统文化 不应该就是只是一座废墟 应该有更深的 就是它有别的用途 应该可以做更好利用 保留整体主结构和公共空间的巨竹 上头的文化瓦则是特别从日本进口来台 就是想把浓厚的古老味道一直保存下去 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那因为平常也在市区也久了 要上班来这边会比较放松 有了带头的年轻人在竹山开创新的活力 自然而然也吸引了其他青年来到这里 以木公鸡将竹片磨成一只牙刷的形状 71年次的林嘉宏本来就在竹山长大 过去当了几年游子 四年前为了拯救家里的磅针工厂 而回到了竹山 原来我们家的工厂已经大概半年左右没有订单 然后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回家开始去接 把家中传统产业带进环保概念 它利用竹子和马毛来做牙刷 透过雷射雕刻机或是烙印机 在上头还能刻出不同字形 这里的牙刷还能客制化像我这样放进烙印机里 压一下 印上喜欢的锯子就能打造属于自己的牙刷 牙刷上头的毛还可以马的不同部位选择柔软度 像是马中的毛质地就软 而蚂蚁巴的毛就较具弹性 发生说原来竹力已经开始慢慢地减少 然后产业如果再往上振兴一点的话 那其实很容易竹山就不会有竹工厂 以创意拯救家中事业 林嘉宏更为竹山的传统文化创造了新的契机 今天想要吃什么口味的馒头呢 应该吃馒头 而这队来自云林的夫妻 开馒头店创业不到一年就决定来到竹山 让来这边的话发现它好像正在转型当中 想要往上又上不去的感觉 但是它又慢慢地有一些特色跑出来 这里是有潜力去发展的 所以我们才决定过来竹山这边 和当地小农购买食材做馒头 甚至编出一朵花的造型 有黄地瓜加上红地瓜还有紫地瓜 我们三种地瓜融合进馒头里面 做出当地特色的馒头 这样在传统之中衍生出新的创意 就像他们眼中正在蜕变的竹山小镇 不过这样的蜕变其实很缓慢 需要投入相当大的耐心 甚至让当地老一辈的人重新认识竹山 他们会好奇甚至有一些人 因为已经过了在这边生活好久了 所以他们并不会去真的想要去认识新的东西 他们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 可是渐渐的会有很多人想要认识 靠着新的思维这群年轻人他们想做的并不是颠覆传统 而是用他们的满腔热血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启动竹山小镇的新生命 TVBS新闻 吴建宏 曾一词 南投采访报导 喷叶 看 看 这